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他以为他懂了 自以为是 然后后来会产生政治上的一群人叫民粹主义者 办懂不懂的 自以为是的 民粹主义者 现在各国都被民粹主义绑架 各国 第三个就是中产阶级迅速地扩大 中产阶级现在是达到了人类力上最大的规模 主要原因就是在中国 印度出现了中产阶级 现在是规模最大 那么中产阶级长期来讲是非常好的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讲 最稳定的社会力量就是中产阶级 因为富人是很任性的 富人觉得有钱以后 他就无所不能 富人是很任性的 穷人会充满仇恨的 要杀人的 中产阶级是最稳定的 长期来讲中产阶级挺好 但是因为中产阶级在过去十几年突然出现 他跟政府有一个协调过程 就怎么正确地行使你的权力 履行你的义务 有个学习过程